我们大家请合照 两脚用力踩地 两三下 我们继续来观想 在我们极乐世界 种种诸上善人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以凡夫的身份在极乐世界 可是并没有任何凡夫 生起我们业障 造罪的诱因业远 那么这个的意义呢 特别重大 它的所谓极乐 不是指受用的这个乐而已 更加重要的就是 它不生起我们 凡夫造恶的诱因 诸位 我们有随时在生气吗 没有 我们有随时在起贪吗 没有 但我们遇到因业 我们就生气 我们就起贪心 我们有随时在 在感觉悲伤吗 没有 但当我们想到什么事的时候 我们才会悲伤 可见 即便是我们现在是反复 我们自己想想看 我们也不是 我们也不会是随时造业的 就是欲净队员才造业 没有欲净队员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修行 特别是说我们世界的众生 他叫做勘忍 也就是说 虽然他受苦 虽然会造业 但是呢 有那个歇息的时候 他就可以 可以修行 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他虽然受苦 但是这个苦啊 还 不会太重 所以他 堪于忍受 因此我可以调整心情 借饥而用功 那极乐世界呢 你就这样想 他就是无限长的 断除了这个业缘 无限长 所以我可以在这当中 争取最大最大的修行空间 他极乐的最大意义 会在这里 你说我们受用 饮食怎么样子 等同佛 其实那个 是祝愿 真正的证愿 往生极乐 真正的最大的 的原因 阿弥陀佛建议 让我们到极乐世界 目的是这个 主要这样观想 一定要深深的观想 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以及渴望渴求 修行超神术 古德这么讲 包括三十七年里的开寿文 也这么讲 原因也是这个 因为没有任何阻挠你 起正面的诱因 那么这样呢 没有这种阻挠的诱因 那你在那里又遇的都是诸上善人 这第一种 第二种呢 讲到受用了 极乐世界的所有境界 六层的境界 色法 你见到的 都不是让你起贪心 而是让你念佛 念法 念神 色 声 声音 风吹鸟鸣 乃至于 过命之鸟 家林平解鸟 等等 他放出来的声音呢 也是让你念佛 念法 念神 色声 香味醋 也是 那极乐世界的味道 不是那种杀鹿的味道 吃肉的味道 不是的 味道 可以产生正念 一般人比较不容易理解 以后讲经再说 他也可以的 那么色声香味醋 都一样 那醋法是什么呢 比如说八宫得水 就是醋法 他在八宫得水中 能够感受到柔软相 清凉相 清安相 那主都是在让你 体悟什么 体悟 这个决性的当下 是这种清安清凉念佛念法念神 色声香味醋 都是这样 所以 负面的让你产生贪真吃的 绝对没有诱发 正面的让你念佛念法念神 直接 不是用想象的 直接感受 那个实相的 清净安然 用你的六根直接感受 主位 这就是他极乐的 极乐的利益 内涵就是这个 我们 观想 想清楚的这个道理 内心生起 极大的意乐之心 我近身就要去哪里 他 并没有说要多少身 阿罗汉修行要七四最快 能够正正果位 那 慢的话一百节 这我们都不必提了 快 也没有我今生快啊 主位啊 这样想一想 有没有产生 很强大的意乐心 怎么会我过去是没有去 这一定是很奇怪 所以我们要谨慎 要强 更加强大的意乐 我一定要去 如是观想清楚了 我们呢 深深的念佛名 回向法界一切有缘的众生 愿与彼等一通求生极乐 发菩提心 兼顾愿心 求生极乐 好 回到道场境界 眼观圣向 与大众口称圣号 与大众一同礼拜 鼻秀共佛墙 产生沉静的心 身作礼拜 眼听法 耳听法音 眼观谈 舌根 共同运转 圣号 意念 要起如是刚刚的 圣身极乐的这种 愿意之心 那我今天现在与大众一同念佛 趁念佛好 回向法界一切有缘众生 都与我一同求生极乐 悲怨心生起 深切怨心 往生极乐 不动的 现前 万元放下 信愿提起 六根都射 信愿相继 念 听 听 吧 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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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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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